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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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现在在新北市共流区 福隆火车站 今天要来造访福毛古道 就从福隆火车站 走到毛奥渔村 这条古道会经过熔熔山南部 也称熔熔古道 现在等队友到来 我们就出发了 我们在这里左转老辽街 老辽街 入口由古道勤怀铁马出租 往福毛古道入口 前面是福毛古道的路口 进入古道 古道前面这些小段 有铺水泥路面 老辽坑土地公庙到了 福德池 古老的土地公庙 古老的土地公庙 这橘子 应该是被猴子偷吃的 那边就是龙龙山南部 我们到晚会翻越 那个安部 前往毛奥渔村 古道圆溪行 右侧上面有一栋荒废的石头厕 在龙龙山区 有很多这样子荒废的古厕 随着山区农业四围 居民外移 古厕就荒废于山区 后面的山坡都是竹林拓肯地 前面有一座小水泥桥 荒废的拓肯地 来到这边接产业道路 前面那边有一座民宅 古道在右手边 老牛街 九字二号民宅 从九字二号民宅 这边开始 就进入古道山径 一路爬往越岭安部 比直的石介路 爬上来了 总为泥土路山径 前两天下过雨 今天古道比较泥泥 我刚还以为这是水管 不是 是树根 福毛古道 到目前为止路况都很好 除了下过雨 有点泥泥之外 最前面的队友 发现一只山猪 只是一只小山猪 已经消失在树林里面了 前面有一座水泥桥 水泥桥已经断裂了 水泥桥已经断裂了 前面这里有托墾地 还听得到狗沸声 这边有一座小凉亭 老窝 王借福龙黄金海岸 现在一路爬向月岭安部 这边又插入网龙龙山腰古厝群 有萧家古厝 沈家古厝 我前一阵曾经造访过 前面那边有古厝 好像是赖家古厝 这边的山区有很多像这样的荒废石头厝 哦 这边还有两户 岁月虽无情 古厝却有情 哇 这里是厨房 石灶依旧在 只是人不在 哦 这个灶比较完整 应该是比较晚期建造的 继续前行 前面那里还有一栋 哇 这栋规模更大 前面有一个很广大的庭院 这边种植一片竹林 这一栋才是赖家古厝 这一栋才是赖家古厝 赖家古厝 屋顶都已经消失了 只剩残墙 古厝旁边有老龙树 我们要离开赖家古厝 继续爬下越岭岸部 这一段整部土街爬上去 就抵达越岭岸部 五叉入口 我们抵达越岭岸部了 又插入这幅龙龙山 这边是往浮毛古道中线南线 走叉入那条是往灵鳩山 灵鳩山 我们要直 我们走浮毛古道北线 往这边下 很快了吧 这段古道有铺水泥石街 前面这里 就像是储水槽 现在就一路走往某澳渔村 这边出现水泥石街 下面有一座水池 这是山区的一座人工蹄塘 这一段拉绳索下去西谷 哇 下过雨 古道风情就不一样了 古道道就沿着龙书溪 周和宝奥渔村 中 вместе 烹岸 ود 很多 Algrav Snape anti 然 这里要院西 国际的水量还蛮大的 我们差不多走了三个半小时 抵达富堡古道的终点 马奥派出所 就在前面 马奥派出所 历史建筑 马奥无家楼宰措 无家老花鼠 我们抵达马奥渔村了 那中午就在这边用餐 用完餐再搭公车回到福隆车站 那我们今天的马奥古道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 有本次旅行详细的路程时间 以及路线地图的网址连结 欢迎您点选网址 打开地图 座位旅行的参考 我们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 说明我们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 是想要联系的 我们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